今日有報導引述消息人士指國泰一名女經理退休 同時安排於本月5日 在荃灣西餘心酒店設宴慶祝 其後陸續有參與宴會的國泰職員確診 染疫人數可能多達12人 國泰回復傳媒查詢時承認有員工在7月8日確診 其後另有數名員工確診 有關確診員工均承認曾參與7月5日的一個私人宴會 不過國泰沒有透露染疫員工的人數 國泰又指調查後確認攝氏員工有遵守政府防疫措施和公司指引 並在指定時間內上報公司管理層沒有違規行為 確診員工已經被安排隔離